虽然说 想要针对我 童谣 给你选大天狗 好 OK 我觉得还是有点难 好 不能这么说吧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出声牛犊不怕虎 好 拭目以待 来看一下双方呢 这边已经准备就绪了 看一下最终的阵容选择吧 好 一起来看 现在ZGDX这边的话 上单的老猫是拿到了瓷木童子 哪一位的老K使用的腰刀机 中单était大天狗 以及射手位的直视士胜 用到了百木鬼 小方胡中拿到了伊木莲 那再看 asking这边的话 上路的酒吞童子 打打光用的是万年竹 中路郡这边面临痹 下路的话 SKY和YC的白狼 以及黑童子的组合 大家别忘了 主抓打野 我们的战术是上中野连斗 收到 大家加油 那这局就看你们的懒 我和诚哥就打加油了 行 我们今天带诚哥谈阴 小姐姐 你要不要开始全场啊 上野加油 可千万别带我 我就是个中单小透明 被对面打野支配的瑟瑟发抖 该瑟瑟发抖的是对方的打野 那么实名选手 已经选好了自己的世神 那么这十个世神 到底会给大家带来一场 怎样的试听盛宴呢 马上进入比赛画面 冰神 你说童谣的那套战术靠谱吗 相信瑟瑟的少女日记吧 这边好奇怪啊 老K留着个野怪不打 直接钻进了草筒里 这是什么意思呢 笑容也是来上野了 难道老K是要把这个野怪 留给笑容吗 那他现在等级已经落后了 如果再让经济的话 就没事了 是啊 而且现在的话 对方的等级 已经是可以一波的了 那GDX这一波的决策 有些让人摸不折头呢 真的是 就真是齐了个大怪了 难道草筒的吸引力这么大吗 除了老K笑容也钻进了草筒里 扶助帮我看眼 我去反野 看到 阿光这一波已经是过来反野了 那老K和笑容是要把阿光留在野区 阿光来了 老K 上 好 要来了 要来了 要刀几何大天狗 包围着阿光 紧追不舍 留住他 留住他 大天狗交顺步 瞬间一进那个交万年处追死 太好了 拿下阴险 漂亮 漂亮 这波太精彩了 中野联动 老K和笑容中野联手 直接在野区 什么情况啊 什么情况 对面中单不见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怎么知道啊 我刚才把冰线推过去后撤 以为他回城了 他怎么知道你这时候会去入侵野区啊 正常老K难道不是应该打完上路野 去打下路野吗 他们开挂了吧 说大话 还说要骑在我们头上 什么 低调 实力不允许低调啊 呃 但是问题来了 嗯 那他们两个是怎么在没有对方视野的情况下 就知道阿光要来反野的呢 哎 在我看来啊 ZGDX肯定是钻研过对手的 无论是平常的辞职赛还是平常训练赛的 你那个小本子上记得东西 还挺有效的嘛 那必须的 小姐姐 奥利给 哦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也太专业 太秀了 作为一支老牌强队 能够把一支新战队去研究这么透彻 还是有点东西哦 嗯 而且 ZGDX如果真的完全掌握了 KING战队的套路 那么今天的比赛 KING战队可就真的危险了 来 老K 今天我们抓到他脚趾抓地吧 哇 可以看到老K已经在草里蹲阿光了 看来对方打野的套路已经完全被ZGDX 这时候 KING战队的支援正在赚来 是吧 老K的游到极漂亮的靠墙落地 第三技能扬朝而去 哇 总是你支援 漂亮啊 那还是姗姗来迟啊 长什么的朋友 再见 哎 再看大天狗的核心技能 那个技能全靠预判对方技能释放的时机 大天狗的这个视神在笑容手里 有点强势的不讲道理啊 哦 这场比赛当中啊 身为打野的阿光 几乎已经是完全丧失的存在感了 是啊 尽管一直在埋头刷野也没有送人头 嗯 但是经济还是差了对方不少的 没错 舒服呀 这波 对面打野怎么回事啊 一直在刷也不敢露头 老K 阿光在他们野区 跟我走 好 大不了 赶紧走 我这边ZGDX又是要野区团一个吗 这个时候实际抓得非常准 阿光没有大 而且KING战队整体经济被碾压着 漂亮 是呀 童谣完全掌握了阿光的打野节奏 我们看下路这边 TRISMA已经带队推塔了 童谣快过来团 马上就到 KING这边能扛住压力守住高低吗 小鹏注意走位 收到 在KING战队缺少了核心打野位的输出之后 是是 先打 先打 没事 真是 已经开始有些吃力了 而且你看 TRISMA在腿脚下路二打后 在辅助和SMILE 来了 OK 老K我上了 你跟上啊 上上上 上上上 可以可以可以 上上上 可以上可以上可以上 来了 要一波了 要一波了 有机会吗 上路退上高低了 中路SMILE也在不停地踩高低 继续 稳住点 看这一波 KING已经招架不住了 团战之后 血量完全告急 鱼队被TRISMA联手人头 只剩SMILE的 点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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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双上可以 一波有兵线金塔 一波对白狼穷追不舍 大天狗收下白狼人头 我太聚派了 这一波打得可真是荡气回肠 恭喜ZGDX 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恭喜ZGDX 拿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至此OPL2020全国联赛 A组小组叹第一场 ZGDX对战KING的比赛中 ZGDX再下一层 目前为列小组积分 排名第一 一 耶 耶 双胆 要 耶 轻轻松松 看得没出 怎么看 太行动了 是吗 那么通过两场比赛来看啊 升班马King战队 在面对我们的OPL老牌 在强队 ZGDX的时候 实陆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是的 看到第一局的话 打野阿光完全是被抓的 第二局的话 一直在刷野 几乎被几个人 走 走 快走 走 而且这个ZGDX啊 是把King战队的套路 摸得非常的透彻 可以说 一支老牌强队能够把一支升班马战队的套路摸得这么透彻 也是非常的职业 非常的少见 是啊 所以说ZGDX赢下这一局比赛是理所当然的 是的 我们也是再次恭喜ZGDX拿下全国联赛第二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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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哥 没想到你们战队连西外赛战队的资料都会研究 真的很强 很精彩的比赛 是我们家中单看谁都紧张 别多强 谢谢